名 德化瑶白池佛师一对 这一对公司母师 他的高度都是18公分 长都是7公分 他的深度都是10.5公分 德化白池在历史上 他是始于宋代 到了明朝的话 非常大的一个发展 在历史上面最有名的德化白池 就以塑形的池器最为著名 德化白池 他如果我们用强光 这样从里面照射的时候 他的胎质会产生 有点粉红色的那种颜色色泽 非常的漂亮 我们称为牙白 在历史上面呢 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白 这一对公司母狮的造型非常的经典 我们常常在南方的庙宇上面 前面应该都看得到 公司呢 气宇喧囊 十分威武 有幼狮陪伴 牧师呢 脚踩绣球 非常喜庆 整个狮子的造型 感觉起来非常有佛性 我们可以仔细来看 我们可以仔细来看 他的中毛表现 卷云表现非常好 这一对的公母狮呢 这一对的公母狮呢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眉毛 这眉毛 有一个卷云的造型 这个卷云非常细腻 能够完整的保存到现在 十分难得 这个白驰 它的底部呢 运用了明朝的像印花 跟这个是贴花的装饰工艺 底部呢 看起来有塑形的痕迹 塑泥的痕迹非常明显 整体上面看起来 非常的完整 应该是古代德化瑶的一个精品